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老老师电影,我是凤姐 一个喜欢看电影又爱吐槽电影的软妹子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日本美女靠近怪兽身体就发软的电影 这天一个不明物体从太空飞向了岛国日本 而不明物体降落在了日本核电站里 可没想到的是这个不明物体是一个怪兽 而这个怪兽又是三年前袭击过日本的怪兽 日本防卫队精英小翠主动要求出击去消灭怪兽 于是队长就派小翠乘坐战斗机去执行任务 可没想到小翠看战斗机一靠近怪兽 小翠的身体就发软了 一针快感在小翠身体涌上来 身体不受控制 随即飞机被怪兽拍了下来 而旁边的一个核电站也遭到了怪兽的破坏 还好这个核电站是存放废料的 而怪兽却对这种废料情有独钟 还拿起废料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而受伤的小翠在医院里醒了过来 同时还追问小翠 为什么要这么坚定消灭怪兽 之后小翠说出了真相 原来小翠三年前还是一名异己 那时候的小翠看上了一名欣赏他五字的男人 随后小翠就和男子走在了一起 正当两人就要结婚时 怪兽却突然出现 害怕男子踩死了 然而小翠为了帮未婚夫报仇 选择加入了防卫队 在这三年里 小翠成了一名防卫队的精英 这时日本的军官想到了处理核废料的难题 于是他们便想利用怪兽 把他们国家的核废料吃掉 这边小翠因上次打怪兽 有着莫名其妙的快感 找到了医生 在医生的检查下 医生告诉了小翠 你就是个大变态 因为未婚夫的死 导致小翠只要靠近怪兽 就会有快感 因此医生建议小翠不要靠近怪兽 可小翠依旧还是想报仇 依然主动要求消灭怪兽 不料被队长拒绝了 他们想利用怪兽 还把怪兽供养着 没过多久 他们就发现怪兽变胖了 还发现怪兽存在便秘的状况 如果不把怪兽肚子里的核废料处理掉 怪兽随时可能爆炸 这时小翠和队长就不淡定了 于是他们想出一办法 利用核废料把怪兽吸引到宇宙里 他们还叫小翠去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小翠为了报仇 也是一不容色答应了 随后小翠用战斗机 拉着一桶核废料飞上了天 这时怪兽竟能有吃的 便飞了出来 直接跟着小翠的战斗机后面 可不料战斗机飞到一定高度时 出了故障 飞机不受小翠的控制 转当飞机马上坠毁时 超人闪亮登场 把小翠战斗机接住 然后就跟怪兽开打 可谁知这个超人 来得快去得也快 怪兽一下子就把超人打倒在地 动弹不得 这时队长接到了个电话 说小翠其实是女优后代 只要跳舞就能迷晕任何人 于是队长命令小翠 立刻把身体扭动起来 然而怪兽看到了小翠迷人的舞姿 很快就迷晕了 最后防卫队趁着怪兽熟睡时 派了两台飞机 把怪兽送回了太空中 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